就是女生之間會聊的事情啊 可能會聊 誰的男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跟怎麼樣是什麼 你大概跟我說 誰的男朋友跟誰的男朋友怎麼樣是指 第一個問題 女校的瘋狂生活 喔我們會在教室換衣服啊那種 直接脫掉的那種 脫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哪種程度就哪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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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光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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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看怎麼看 就會在說你啊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 你帶我幹嘛 我們是明明叫 我是劍民 我是劍民 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 今天來到基隆女中啊 是女中耶 在校門口就聞到 覺得女中非常香的味道了 並沒有 OK 我們今天要問女中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女中生活過得怎麼樣 主要是滿足男生的期待 是你的期待 請問一下女校生活過得怎麼樣 就很一般啊 欸 太簡約了吧 國中是混班嗎 對 那你覺得到女校之後有差別嗎 就是沒有男生 聽起來有點失落是這樣嗎 還好 但是就是 沒什麼特別的啊 我覺得 真的嗎 很無聊嗎 嗯 對 因為你知道男生心裡 對女中會有一些幻想 覺得女生混在一起 應該很瘋才對 女生抱抱嗎 就是疊作在一起之類的 這個回答排隊 女中跟男女混班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中的東西要自己搬 就不會有出現任何綠茶錶的行為了吧 肯定還是會有啊 蛤 還會有人 女生說 好重喔 我不要搬這樣嗎 就是 那你屬於哪一種 那是自己搬喔 男者多勞 你們兩個之前是男女混班的嗎 在國中的時候 是 你們來到女校之後 有沒有覺得差異最大的事情 現在來女校就是 事情都要自己做 就是沒有男生幫忙 你覺得以前是 還可以耍點小綠茶之類的 但現在是不行的 他給我點頭耶 不會有人理他就是要自己搬 我就讓 那你在搬上 你會搬重物嗎 我 我 我是 男者多勞心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下雨嬤搬書都給他喔 不要下班好嗎 女校裡面 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我在 俗復的時候 第一節數學課 我沒有去上課 我躲在教室裡面 看來沒有很瘋狂耶 在班上換衣服 在班上換衣服 終於講到就是男生 女校是不是都可以這樣 就是 可能調個 內衣什麼 那一些 就是 我們可以大膽的借衛生棉 你們太誇張了 如果那種體育課結束之後 要換衣服 會很避諱嗎 還是就班上直接換 班上直接換就可以啊 不會有男老師嗎 不然就是窗簾拉起來 然後再班嗎 我們可能要先去趕校圈 好 那你們先去 你們先去 謝謝喔 來 下面一位 請問一下 之前國中是男女魂般的舉手 來到女校之後有什麼 不適應 會覺得差別很大的嗎 我剛開始看到一堆女生在超長跑步 覺得超奇怪 我那時候還想說 這個班怎麼女生那麼多啊 結果才發現我讀的是女校 女校 你的意思是 你到現場才發覺自己進了女校嗎 而且我是高二說出這句話的 這裡叫基隆女中 對吧 那你現在心態有好一點了嗎 適應了嗎 你是不是希望多一點雄性荷爾蒙 男人可貴 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沒有男生吧 會比較香 真的會比較乾淨的感覺 等一下 我不能說真的 所以我覺得女生房間也不一定乾淨啊 我覺得髒跟亂是兩回事 就是真的會比較 沒有那麼髒 女校裡面做過什麼 你認為最瘋狂的事情 對 瘋狂 在教室換衣服吧 這個算很瘋狂吧 但是在男 有男生的話就沒辦法 你們其實換衣服的 怎麼不是全換吧 就是 在教室脫 哇 全換嗎 有內褲 不會很常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做過 哇 我真的覺得 女校真的要貼一個 男兵止步的一個 一個牌子在外面耶 就是在說你 以下是只有女校才會發生的 超尷尬事件 喔 我前幾天在換用力的時候 然後我走出來 我看到我朋友都會說 害寶貝 結果他的女朋友就在他後面 然後整場就一直 像你說是T嗎 對 然後你叫他寶貝 對 他有回應你嗎 有 有 你讓他叫你寶貝 太衝動了 那你有去解釋什麼嗎 沒有 我說過我喜歡男的 對不起 我就趕快跑走了 澄清一下好不好 他真的喜歡男的 我現在單身 我現在單身 卡一個男朋友 第一個問題 女校的瘋狂生活 我們會在教室換衣服啊那種 直接脫掉的那個 脫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哪種程度就哪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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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光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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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是脫到可以脫 不能脫的也脫 就是 自己想像 可能就是突然女生嘛 都可能會有月經來嘛 我們就可能直接在班上 喊說是有衛生棉 那我們再瘋狂一點 有沒有可能借到衛生棉 現場換 沒有啦 還會去廁所 會去廁所 他沒衛生了吧你 這太誇張了啦 我男教育 就是在女校 會比起男女 混班來開放嗎 會啊 我們甚至就是在上課的時候 可能就是想講什麼 就可以講什麼吧 然後如果是男女混校的話 可能有時候講什麼 要先思考過一下 就是什麼話不能在男生面前講 你說 比較尷尬的那種話題啊 對 比如說評論男生嘛 會啊 一定會啊 怎麼評論 一群女生怎麼評論 就像一群男生怎麼評論女生 那很髒耶 靠腰 你最髒 來 你現在評論一下男生 可能分手後 我們會聚在一起 然後一直狂罵那個男生 如果男女混班 就會覺得 其他人會不會看著我們 這樣子不太好 他會認識那個人 然後就會透露出去 啊 通完女校嘛 比較開放 就可以一起罵 就是可能聚在一起 然後開始罵三隻丁 這個垃圾 居然拋棄我朋友 媽的 就是這樣 也要聰明 女校 怎麼談戀愛 怎麼去認識男生 一定會有國中朋友啊 國中同學 然後可能就會一起 就是剛開始嘛 一定會一起約出去 然後可能就會有 他就會帶其他學校的男生 一起出去 聯誼嗎 嗯 類似 可是也沒有說到很聯誼 沒有說到一定是聯誼 就只是單純出去 然後就會 認識到 是一個女生 妳被揪 已經是那個男生 有意圖要揪妹 然後給 對 有 有幾個人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 那妳是抱著 什麼樣的心情去的 就 開心去玩嘛 怎麼去認識 就是 對 或女生 還是其實妳喜歡女生 我都喜歡 那在都喜歡的狀況下 在女校裡面 有辦法去 就是有一些火花嗎 有耶有耶 有一點 有啊 當然有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覺得 可能就是 都差不多吧 跟男女那種 應該也沒有差多少 呃 談戀愛不就這樣嗎 呃 談戀愛不就這樣嗎 情場高手 有沒有曾經 為了要認識異性 去下載交友軟體過 有 有 有 多少少少會嘗試一下 會滑到身邊的人嗎 會 很常 很常 我跟你講 妳在同一個地區在一起 都是滑到身邊的人 上大學到食堂裡面滑 欸怎麼都隔壁了 欸怎麼跟你很像 對啊 老頭沒有沒有 我被盜圖 我被盜圖 幹妳那麼醜 誰要盜圖啊 你最醜 OK 我想問妳們 妳們之前 在國中的時候 是男女混班嗎 對 OK 都是 OK 那來到女中 有發覺什麼落差很大的事情嗎 就是沒有想像中 那麼多 什麼排擠的事情 因為我聽說 女生一群聚在一起 一定會出一點的事情 就是吵架是難免的 但是大家都是 很容易化解 對 妳們兩個吵過架嗎 沒有 吵 沒有 吵 她說吵過 有沒有吵過 好啦 妳偷偷討怨她抓到了啦 太偷偷討我 太偷偷討怨我 哈哈哈哈 妳抓到 姐妹情深 有思考過 搞不好自己會喜歡上女生嗎 因為學校沒有男生 因為班上 就是有一些 所以 有想過 但是 我自己是沒有 那妳呢 我覺得 我不是了 那有遇過什麼 女校最瘋狂的事情嗎 可能就是 班上都會 聊一些比較 就是女生之間 會聊的事情啊 可能會聊 男女的感情 等下 這個有很害羞 男女混伴也會聊啊 妳的意思是說 聊得比較入骨 對 OK 怎麼入骨 就是講話很開放 怎麼開放 誰的男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跟怎麼樣 是什麼 妳大概跟我說 誰的男朋友跟誰的男朋友 怎麼樣是指 比較強嗎 就 我 我 哈哈哈哈 所以女生在一起就是比較容易開放 可是 反而有男生在 妳們回答不出來 對啊 女校有沒有那種 交友困難 我男朋友 怎麼認識的 交友軟體 抓到 終於抓到 抓到一個軟體了 沒有啊 妳滑到她 然後剛好配對 呃 不耐 掛稅嗎 沒有掛稅啦 就是剛好 就是電話 對 又被她吸引 聲音吸引 沒有啊 又要約出去啊 去哪裡 第一次去哪裡 去 海邊 然後 妳就覺得妳喜歡她 沒有 一開始是 四個人一起出門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就是妳 是不是妳跟她說聚會那個 會說 我少少會嘗試一下 那妳有想玩交友軟體嗎 或者是去海邊走走之類的 那個看起來瞪我 妳不要這麼白目好不好 妳沒有玩過交友軟體啊 剛剛我們就有 訪問一個玩交友軟體的 對不對 對 笨蛋 真實力 妳們覺得 比起來 女校差 男女混校差在哪裡 說一個覺得缺點跟不習慣的 那妳覺得呢 女校沒有冰水 喔 真的 真的很煩耶 冰水機都是 溫水 怎麼可能 不是有三個按鈕嗎 這都是溫溫熱 學校考慮女生體質的關係嗎 還是 可能是學校比較貼心吧 我覺得外國人比較吸引妳 對 OK 哪個國家有想過嗎 就金髮變成東西 歐美國家 嗯 那如果有今天就是一個 金髮的小帥哥 我會去大聖誕 OK 等一下那台灣人染金髮呢 不要 哈哈哈 就是台客 哈哈哈 哈哈哈